大家好 阿富汗内战扩大了 我之前说过 美国撤出阿富汗以后 阿富汗一定是内战化 逐渐向内战过渡 那么现在也就证实了我的说法 阿富汗在美军撤离以后 不是迎来和平了 而是内战在扩大 那么 阿富汗塔利班也占领了他们第一个省会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叫尼姆鲁兹省的省会 叫扎兰吉 大家知道前几天我曾经说过 塔利班已经到了坎达哈 而且在坎达哈的郊区 已经开始有了作战行动 那么未来包括坎达哈 包括赫拉特等几个重要城市 塔利班很可能会攻下 阿富汗的内战就扩大化 尼姆鲁兹省的副省长 他没有提出更多的细节跟记者 但是他也证实了 扎兰吉已经沦陷 已经完全被塔利班控制 而且在周五的时候 阿富汗政府的媒体部的负责人 也就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 叫瓦罕梅纳帕尔 也被塔利班杀害 那么塔利班现在在阿富汗的首都 喀布尔实际上他这个渗透能力 他的这种袭击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现在阿富汗已经进入了一个 我觉得是准内战状态 但是美国呢 大家可以看美国的作为啊 美国绝对不会回来 因为美国一旦回来 塔利班势力就下降 塔利班 他就不敢再攻击政府军了 那样的话阿富汗形势就稳定了 阿富汗形势的稳定对美国来说是个 是个噩梦 因为美国并不希望阿富汗局势稳定 这就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讲的 美国的战略 美国这些战略家在做什么 为什么禁完了20年 然后又走了 这么匆匆的又走了 就是让这个地区动荡 就是让阿富汗发生战争 你们互相之间打成内战 极端思想泛滥 然后呢 俄罗斯中国 什么巴基斯坦伊朗 抢夺权力真空 抢夺的过程中呢 会出现一些斗 互相之间的这个斗争 互相之间合纵连横吧 那美国抓准机会 有可能还得一些 我觉得会在里面 得一些战略利益 这是美国的想法 你看 我大概是两个月以前 说阿富汗问题就告诉大家了 你看现在这个阿富汗的演变 和我之前说的一模一样 就是你得看懂 美国人这些战略家 他脑子里想什么 美国撤军是为了和平吗 他知不知道这个 美军一撤走以后 塔利班会卷土重来 他当然知道 知道他也要怎么做 知道他也要阿富汗 重新打起内战 那么阿富汗内战里死的这些人 包括这个阿富汗政府军的发言人 政府的发言人 他这个死亡是谁负责 我觉得应该由美国人负责 当年塔利班控制阿富汗 阿富汗已经基本上恢复和平了 内战打完了 塔利班夺权了 因为什么 因为911 美国又击败了塔利班 又把塔利班撵走了 阿富汗呢 重新由美国控制 那美国现在拍拍屁股又走了 你看到吗 整个阿富汗的情况 阿富汗的这个动荡也好 根源在哪 就在美国 一进一出 未来可能还要重新返回 他就是不能让阿富汗重新恢复和平 而且在新疆 大家也看到了新疆问题 不断的拿新疆这个问题 制裁中国 打压中国 根本原因就是阿富汗只要不稳定 中东不稳定 新疆问题永远存在 新疆问题永远存在 美国就有一个借口 永远的 拿着新疆问题 拿着中东的问题 穆斯林的问题 打压中国 制约中国 甚至给中国贴政治标签 意识形态 就批评你中国 美国就可以占上风 这都是战略上 美国华盛顿那帮人 我告诉大家 那帮人对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非常了解 他们每年一个国会给他们拨的个款 上百万美元 上千万美元拨款 那帮人每年全世界游历 我也是全世界游历 所以我能看懂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 有的时候吧 你行万里路以后 你会发现全世界其实犹太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俄国人也好 欧洲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这战略大家会想的是一样 我呢 这人比较什么呢 比较喜欢道家思想 我用中国这个古代的道家思想 想一想美国一些战略 其实一下想通了 因为中国的道家思想和古代的犹太人 他的很多这个战略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有时候你想明白了西方 想明白美国他这些战略 我呢 用这个小频道简单给你介绍一下 你大概呢 了解了一下我因为时间有限每次不能做太长时间 我有自己的事啊 所以简单跟你说几句 你听懂了以后呢 你马上你会觉得看这个世界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也就会觉得你自己也是华盛顿智库的一员了 你把他底库拔下来吧 他每天想的每天研究的 是吧 拿那么高那么的高的工资 是吧 天天研究什么呢 就研究这些东西 阿富汗他到底有多少个教派 阿富汗这帮人怎么切割他 怎么让这个利益争夺 中国俄国都想要什么 美国在这里边我们该怎么做 能够分而至之 能够让美国的利益在这个中亚地区 在这个中东地区 阿富汗利益最大化 就研究这个 世界的乱源是什么 是国家利益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之前讲过 美国这个国家其实很伟大 我并不反美 你记住我不反美 因为我看过美国历史 美国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艰苦奋斗 获得他应得的 应得的这些果实 这么一个国家 你看当年西部开发 美国人多么娇 我看那时候西部 美国人西部那时候 开发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人也很了不起 实干 确实实干 荒凉的西部 美国开发出来了 我很佩服美国人 但是美国就是因为 它实力强大以后 GDP在一战之前超越了 1900年超越英国 成为世界第一以后 美国逐渐参与到欧洲事务 参加了一战 一战还影响欧洲少一些 二战特别是 二战以后 整个世界几乎就被美国控制 那美国深入到世界欧亚大陆以后 它会有进行对欧亚大陆 美国的塑造 用美国的利益来塑造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很多乱源 也就是因为美国 美国自己也因为这些乱源 包括911 美国自己 自己人遭到重创 对吧 为什么炸美国的大楼 不炸别的国家大楼 因为美国塑造了世界 这就是我说 既然你想塑造世界 那一定是 一定会有后果 所以美国人也遭到了 恐怖的袭击 所以我说美国呢 和美大这个国家 但是因为自己 变成了世界头号强国 也要塑造这个世界 所以也遭到了 整个世界的 我觉得整个世界的怀疑 咱不能说反对 世界的怀疑 美国人如果能回到之前 就是一战之前 那个美国 与世无争 就在北美 就在美洲 发展自己的势力 我觉得那个美国会非常幸福 美国还是世界的天堂 很多人还是愿意去美国 希望美国的智库 能够用道家思想 更深远的想一想 美国的未来 你干预到欧亚大陆 塑造欧亚大陆 影响欧亚大陆 特别在中东 你看一打就几十年 二战以后 重新塑造的中东 这个版图 那个美国 还有英国的那些 上校也好 在地图上画的 每一笔 不是随意画出来的 它是经过计算的 这就是势力范围 美国和英国 未来怎么瓜分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怎么让中东出现斗争 逊尼派 实业派 怎么给它分 对美国最有利 都是经过算计的 包括朝鲜也是 美国干预到欧亚大陆 七个欧亚大陆 目的呢 我之前讲过 它想掌控欧亚大陆 那么现在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大国家的存在 让美国 我觉得是 遇到了麻烦 并不能说 美国真正遇到了对手 只能说遇到了麻烦 因为中俄哪一个国家 单独都无法对抗美国 这一点 大家得看得透一些 所以我就想说 美国呀 这个战略学家 一定得想明白自己 真正你这国家 未来是什么 你这样再影响 欧亚大陆 未来会把美国 会不会拖垮 阿富汗这个事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美国自己那点战略 其实啊 你像我这样的人 走南闯北 我都看懂 看透了 中国那些智库的人 也看懂了 俄罗斯那些人 也看懂了 普京也看懂了 习平也看懂了 欧洲的默克尔 也看懂了 法国的这个总统 他也 马克龙 他也看懂了 大家都在玩什么 各自的利益 那你美国呢 你现在你自己 切割欧亚大陆 利用意识形态 绑架欧洲 都明白 欧洲也明白 俄罗斯也明白 中国也明白 大家在争夺什么呢 争夺各自的利益 所以我说 美国到最后啊 真得想一想 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呢 他是被自己绑架 向道家讲 俘获相依 我一会儿 讲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 自己思考一下美国 有没有我老讲美话 很多人说我反美 我不反美 我是想替美国人想一想 美国人的未来 而且是问问中国的道家思想 想一想 就是美国会不会被自己的实力绑架 实力太强了 他要干预到欧亚大陆事务 速到欧亚大陆 反而呢 被这个强大的实力绑架 有些事情的本可以不做 但因为实力强大了 他必须去做 不得不去做 是不是一种绑架 如果他退回到北美 退回到自己原有的那片大陆 那美国获得是不是更幸福一些 我是这么想的 你得用道家思想 可能美国那些战略学家认为 我美国的安全 两边大洋还不够 我还要控制欧亚大陆 把中国围堵在第一道链 把俄罗斯围堵在欧洲边缘 欧洲我牢牢抓住 可能美国是这么想 这样对美国最安全 但我想 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的安全 两个大洋对美国来说 都不一定是安全 世界在变化 美国这些战略学家 也应该想一想 以后吧 以后到美国 到美国华盛顿 到美国华盛顿 我可以单独 到美国那边做一期 我自己想一想美国 自己对美国的一些看法 单独想一想这个事 就是美国现在 因为自己的实力强大以后被绑架了 历史上大家知道 历史上大量的帝国都是这样的 蒙古帝国 中国的那个汉 隋 唐 你想这大的帝国 出现以后 包括最近的苏联 强大到无比强 强大到整个无敌状态 最后怎么灭亡 实际上我后来呢 看了一些历史资料也好 看了我自己的想法 比较了一下也好 我突然发现 这些强大的帝国 实际上是被自己消灭的 被自己强大的实力脱离掉 它如果没那么强大 有些帝国没准到现在还存在 这就是历史给大家开个玩笑 我觉得确实像个玩笑一样 而中国人非常聪明 你看这么多强大的古代的帝国 也好民族也好灭亡 咱中国人还在 中国还在 为什么 就是中国人不追求那个东西 不追求 像有些帝国追求那些东西 像美国现在追求那些东西 要干预别人 影响别人 中国把自己的事干好 所以中国人一直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人一直过自己的生活 不干预别人 同样别人也很难干预到中国 不多讲了 要讲起来 那时间长了 下回我到美国 我到美国华盛顿 坐华盛顿那个街边吧 随便给大家讲一讲 那个有感觉 亲身就在美国 对不对 那个有感觉 应该我觉得这个美国 很快就会开放边境 美国应该很快就会开放 美国疫情应该现在几个月 最多三个月 我觉得美国疫情就控制住了 很可能边境就会开放 到秋季 秋末吧 很可能边境就开放 我觉得就可以 到时候可以去美国 可能是十一 也可能整整两年 两年前我到了美国十一 那看今年十一能不能再去美国 阿富汗这个事呢 我觉得 老看我观众 老看我的观众 其实都知道 我对阿富汗的这个问题 不像有一些人看得那么浅薄 就只看了双方 谁打谁打胜 我看问题 看的是大 战略 就是美国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造成现在这种状态 你再网上看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 地缘政治的博弈 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我觉得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包括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不像大家想象的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 和美国之间有一种博弈 而俄罗斯和中国 恰恰在利用美国的那种实力 就是今天早上 我突然的有一个想法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 正在利用美国 它自身实力在这个地区 近处俄罗斯 也和美国正在借助 和中国正在借助美国这股力量 来重新塑造欧亚大陆 就是谁在塑造欧亚大陆的 一个地缘政治版图 是美国吗 还是说其他国家 在借助美国来塑造 你现在很难想象 为什么地缘政治 我觉得这个非常高级 很多人很难 很难看透地缘政治就在这 到底是谁在塑造 就像小麦 如果不理解 就像小麦 多说几句 很多人说是人类 驯服着小麦 但是你往高了一层想 是不是小麦 通过它的这种基因 不断的变化 它反而驯服着人类呢 到底谁在驯服谁 是美国在改变着欧亚大陆 塑造着欧亚大陆 还是欧亚大陆是其他国家 在利用美国 它这种塑造欧亚大陆的想法 在为自己的利益 特别像中国俄罗斯 重新塑造着欧亚大陆 那就更高级了 我觉得能想到这的人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当 都可以到华盛顿 当智库的学者了 每天可以想一想这个事 我今天只是给大家提个想法 好好想一想 你可以下面留言 我觉得你们都是聪明人 都不比我笨 都非常聪明 很多事我一点 你顺着这个思路想一想 你能想出很多事了 你想有些 你包括在欧洲 包括在台湾 谁在塑造台湾 台海这个问题 谁在塑造台独 是美国人吗 还是中国自己 南海问题 是谁塑造谁 是双方 这就是我说 道家思想伟大的地方 他看问题 绝不看一面 他看两面 这个世界是什么 是你我共同塑造的 美国 他只是一面 还有另一面 最后这个你得想通 最后这个非常高级 你要能想通 非常了不起 早上起来 早上起来 随便唠一唠 想一想 阿富汗现在 我觉得 内战就是长期化 一定是长期化 美国绝对不会让阿富汗 消停下来 不然他这个撤军毫无意义 所以大家只要 看懂了这个逻辑 阿富汗未来 不管打成什么样子 你心里有数 绝对不会恢复和平 那么中俄就会顺着这个思路 找到自己的利益结合点 在阿富汗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那中俄未来这个牌怎么打 我觉得会非常有看点 特别我说过 俄罗斯和中国 已经准备联合出兵了 那么一来 中美俄在阿富汗上演三国演议 伊朗也在 伊朗其实也在 伊朗我以后说吧 伊朗实际利用它这个伊斯兰教 利用它的实业派 在阿富汗实际内部 也是有很大的支持势力的 伊朗这个你不能小瞧它 包括巴基斯坦 甚至印度也在阿富汗 它有的自己的想法 所以阿富汗会非常复杂 就说这些吧 早上起来 每天录点视频 就说点我自己的感想 特别看美国 老观众 特别美国观众 你看完我节目 你会发现我这个频道 和其他那些什么粉红 那些频道 不一样 因为他们可能上来就是反美 我虽然呢 有时候批评一下美国 但是我更多的是 站在战略的角度 分析美国 那从这一点上看 我觉得对美国是有利的 美国人也是多样性的 美国什么样的人都有 美国有一些人呢 也是有狂妄想法的 有一些人呢 也是有冷静思考的 有一些美国人 我觉得也是聪明人 他也会想美国的未来 那我呢 就帮这些人想一想 提点建议 另外顺着我这个思路 用我说 有时候用道家词强 想一想 一下子思路就开了 我这个小视频啊 每天录点 录点给大家启发一下 另外呢 看我节目 美国观众 也想象你们美国 其实这个世界啊 你有时候看完我节目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很简单 这些国家想干什么 你看 你看完我节目 最大白话就告诉你 这些国家想干什么 没有绕来绕去 那帮智库可能弄 那么十几页的 几百页的 几本书一样的报告给你 你懒得看 看我节目 几句话就给你说明白 虽然有时候吧 说的不太 怎么说呢 不太那么严谨 但是大概意思都到 因为我是每天早上 没有稿 绝对没有稿 都是自己说 所以就是我真实的想法 你跟着我 逐渐逐渐了解了 了解了一个世界 另外我后来后面呢 再出国跟着我一起看一看世界 咱们一起吧 逐渐把这十年过去 这十年会非常精彩 这十年是人类历史上 非常精彩的十年